恐怖在世,回去舊事果渡 好了,首先,我們聽聽第一部分 我就跟這本《合榮果園》的作者,Bangsy談談 當時發生什麼事呢? 他們在中大的果園裡的靈異事件是怎麼開始的呢? 先聽聽聽 在節目裡面,之前曾經說過,很想約到這本書的一位作者上來聊聊天 終於今天就被我見到了,Bangsy Hello,Bangsy,你好 大家好 說回當年發生的應該是… 81年,81至82,就是82年的年頭 當時我看到你寫這本書當初就是剛剛讀書 然後租住了一個最接近你們campus的一個叫果園的地方 補充一點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我都知道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開始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在那個D房裡有一位同行 他有一次出來的時候,他跟我們一起出去 什麼原因我就忘了 回來的時候,看到他的房間裡的一張椅 他就移了出來 而他是有鎖門的習慣 是 而那張椅就是… 就是傾倒在門外面的空地那裡 而那張椅上面是鋪滿了樹葉的 OK 應該是人手鋪出去的 就是你普通的樂業不會那麼… 那麼醉 是的,那麼密 他鋪滿了那張椅上面 然後就發生很多挑戰仔 是的 那麼這些,我們完全不會覺得是驚喜 是 算了 是 是 是 甚至說,不見了東西 他說,有些東西不見了 那麼… 那麼… 那麼當然,我最記得就是 我們曾經養過一隻狗 是 那麼那隻狗是我大哥留下來的 因為他是離開了那間屋 他也是在那裡讀書的 那麼那隻狗呢,有一晚吃飯的時候 就對著鳳牆在那裡吠 嗯 而且表現得很驚慌 是 是 夾著一隻尾 這樣就走了 好像是離家出走了那隻狗 是 然後不見了 那時候大概是聖誕節 新歷新年那段時間 其實是 還有他晚上在房間裡吠 吠得很大聲,很凄勵 然後就… 跟著我… 新歷新年的時候 就沒有回去 回來的時候 那些同學已經告訴我 然後他已經離開了 嗯 已經離開了 或者是… 好像是看到一些東西 那樣就離開了 對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學生嗎 對 我想問一下 我們在找一條村 你知不知道這裡有一條荒廢的村 是嗎 我知道你說哪裡 你有聽過嗎 不知道哪裡 你有聽過嗎 對,在上山看下去就會有 是嗎 喂,不好意思 喂 喂 你們不是學… 對 喂,你們是不是學生來的 對 喂,我現在在找一條村 這樣 裡面是荒廢的村落 嗯 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但我之前聽過的人 可能會在這裡附近租屋 是不是 可能是那些村 在附近的,不知道嗎 對 今集我們又舊時重溫 又回到舊時那裡 我現在身處這個地方 其實就是一些山邊的位置 那些車路 這個範圍其實是香港一間新界區大學的範圍裡面 就算在這裡讀書的同學仔 基本上都不知道在他們的學校範圍裡面 有一條 這樣的 隱世的荒廢的村落 那我想起 可能有朋友看過的節目 都知道了 在八十年代 有一班 在這裡讀書的學生 因為住不了宿舍 但又想很近地上學 租了那些 板間的房子 那些木屋 在那裡住 誰知道 那些人都遇見鬼 遇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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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還出了一本書 叫做百果園 那我今天就舊地重有 其實找這個地方 我每次來 我想我來過三次 都要找一段時間 我看到有人 你是不是村民來的 不是 我在這裡租來住 你在這裡租來住 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會找到這裡租來住嗎 朋友介紹的 朋友介紹的 對 那你們回家 不就很困難 不會的 那今天就要出去 對 打風下雨怎麼辦 打風下雨 打風下雨就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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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多少錢 幾百元租 幾百元租 現在還可以租嗎 應該沒有 租了 租了嗎 但我看到裡面很多荒廢 有沒有人住 沒有 那你怕不怕在裡面住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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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遇見鬼 沒有 沒有吧 好吧 不妨礙你了 拜拜 還有人住 這就是村民 我同事 沒看過這些村 我相信 進去或你沒見過 你都會覺得驚訝 回去舊市那裡 就帶大家 進去看看 現在這村 變成了什麼樣子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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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貴 還有一個門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生光的 螺子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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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看到伯伯在那裡燒東西 你好伯伯 我是行山的 為何突然好像這麼古怪有一條村 你如果不是中文大學的人 你當然是奇怪 奇怪啊 你是不是在中文大學做讀書 之前是 然後? 然後我今天回來逛逛 這叫做合榮果園? 是啊,合榮果園我聽過 是啊 那時候有些學生 鬼屋 是啊,你怎麼知道? 當然 為什麼? 我住在那裡 是啊,那時候我的師兄 他們出了一本書 是啊 哇,這裡撞鬼 哦,你見過嗎? 他們說燈子不斷閃閃 他們當時很害怕 它的故事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最近要每個學生的東西 晚上搬來搬來搬去的東西 是啊 有些錢不知為何突然不見了 是啊 你怎麼知道呢? 是啊,當時他們怕得要找一些教授下來 找基督教的 是啊 教父 女士 是啊 第一次 第二次要找那個... 火箱 你當時信不信嗎? 蛤? 你信不信嗎? 我不信 你不信嗎? 為什麼呢? 我沒有神論 哦,你沒有神論的 哈哈哈 但是那時候... 身體作用 有一個人住幾天要病 病了就要做了 是啊 哦,那你一直住在這裡 沒有搬過? 嗯,我住在這裡我想... 四十幾年? 沒有 沒有? 三十年了 三十年 哦,那所以那些學生就一邊怕就搬走了? 嗯,要是學校有宿舍啊 是啊 那現在有幾個人住啊? 這裡啊? 是啊 十年、十年 都是在大學工作 上班的那群人 是啊,因為方便嘛 是啊 隨便有一個宿舍 有一個鬥 有一個鬥 哇,那大爺媽媽... 不怕嗎? 不怕 張文光也在這裡住過 你知不知道誰叫張文光? 張文? 哦,以前那個嘛 李貴姓 我姓潘 姓潘 我姓潘 你一拜他呢 他... 古怪啊? 沒有人拜了 沒有人拜 拜他? 拜誰啊? 拜鬼啊 在這裡拜鬼啊? 誰在這裡拜鬼啊? 剛才很多迷信的人嘛 哦,是嗎? 現在沒有人迷信嘛 現在沒有人迷信的人都有的 迷信 迷信越多 那個人的心理作用越大了 你又說得對 嗯 即是我信有鬼,但沒有迷信 可不可以參觀一下 我看到現在還有人在燒柴的 這個期間都是燒柴的 我也是燒柴的 哦,你也是燒柴的? 可不可以參觀一下? 可以 好好啊,我們城市人沒有機會見過 他們當時住哪間屋啊? 即是那些學生說見鬼的 哪間屋啊? 不要說這個 不要說這些 不是以前的嘛 而不是現在嘛 這裡便宜嘛 他們來這裡住 他們特地寫一個箭套 一路一路住過來這裡 鬼屋、鬼屋 是嗎? 不是,不是,你害怕嗎? 我不害怕啊 你奇怪嗎? 他們目的是不給他們來這裡住 哦,他特地寫一個櫃屋 讓人不要來這裡住 是一個贊的贊書 這個就是真相嗎? 鬼店會整個電 整個櫃的 我也是電工 哦,你也是電工? 我也是住一刻的 我說你拿些錢來 我幫你買保鮮絲 小一個,我幫你裝好 即是可能當時電的接收 不是那麼好 不是 他們要減租 幾不減租 整間都靜一靜一靜一靜 都沒有暗落了 哦 明白嗎? 可不可以看看他們當時住哪間屋啊? 哎呀,沒有了 我了解一下而已 記錄好歷史而已 因為我看過那本書 我也有 哦,你也有啊? 有 一個教授 他也住在那裡 是嗎? 你可以讓我看看一本書嗎? 我現在不見了一本書 不知道在哪裏 先參觀一下這間屋 這裡會不會有很多野狗、山豬 有啊,你不要想起 真的嗎? 是的,有我,你不要緊 有兩隻貓了 有 牠在隱藏著我們 爸爸,你住在哪一間屋 你住在裡面嗎? 你住在哪裏 我們在這裏燒一炒 好,我們聽下第二節 我和Bengsy的訪問欄 聽到一些教 奇怪的事件發生在這個果園 那在中大 就是 他有一個基督教的學院 就是崇基學院 裡面有神學系 那我們去找神學系 幾天來幫忙 一個孫 沈博士 沈博士 一位沈博士 是 其實我們一開始不是去找他 我們是去找牧師 是 但是他們的態度 就比較冷淡 到最後 我邀請 即我們邀請他們 來調查這件事 有一晚 他們是拉上沈博仁博士一齊來的 沈博仁博士雖然在2004年就過世了 但當晚的情況我們都記得很清楚 他是一個很開明的人 不會因為他自己的宗教信仰而 抗拒 對 抗拒這些事情 到最後 他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靈體是 產生了很多其他的 惡作劇 即是他帶了一批 宗教和神學系的學生來 好像二十多人 詳細的數目 沒有什麼 幾多人 對 對 當然他在裡面講 這件事的時候 他提到斜領 鬼 這些字眼的時候 那個電掣就作出反應 又來了 入下了 對 到最後那間屋就黑了 於是我們就走到屋內 坐在那裡 大家聊天 我站立的位置 是可以看到屋裡面的 忽然看到 在牆後面 有一些光走出來 而那些光是很奇怪的 是怎樣的 不是 一些光 一些光線 正常來說 如果一個物體上面有光出來 通常是一些反射的光 除非它本身是一個光圓 對 對 但我發覺 那些不是反射的光 是在牆的後面 即是有些無限遠的地方射出來 很奇怪 很詭異 那我就去看看 是 當我走進去看 那些光圓在廳裡面 我走進去看的時候 就發覺 旁邊 有些紙 開始燃燃了 是自然燃燒 即是可以 可以說是自然燃燒 所以我走進去看 整燃燒 是 那些房子 當時是狠狠狠的 嗯 那我們環 即是環顧周圍 即是我看到 有些房子上面的氣窗 是有些光 好像有些東西燒 那樣的光線透出來 於是那一天 其實我是很害怕 我是很害怕 我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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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隻腳 控制不到 在那裡震 是 那當時博士在現場 他在現場 那怎樣 他看到這個現象 他覺得是甚麼 他很鎮定 他很鎮定 他覺得邪靈正在入侵 有沒有這樣 當所有事情平靜下來的時候 他就繼續說 繼續說這件事 說出他的看法 有沒有真的拿正經出來說 驅鬼 沒有 即使當時有牧師在場 也沒有這樣做 也沒有這樣做 那當晚怎樣完結了這件事 那 即是 所有事情平靜下來的時候 那就 走了 就走了 其實就不是叫驅鬼 那當晚 那不是 大家是一個討論 討論這個現場 還有他是語重心長地說 嗯 他說 其實這些事情 是 不時都會發生的 嗯 而最有效的方法 即是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那個 驅管的方法 不是最有效的 是嗎 是怎樣 他說其實你找和尚或者道士 還不會幫到你們 蛤 他這樣說 沒有錯 咦 他不是 為甚麼 我覺得奇怪 他自己的身份 實效來說是這樣 明天就有消耗 一天就 這裏 身邊都是大部分 黃皮 黃皮 大部分 黃皮 但是你坐在哪裡 嗎 這裡 這裡嗎 十字根 但是你們打風下雨 走出去呢 很辛苦 流水 對 是流水的 蟹座 很多 但是幾年前山竹打風怎麼辦? 山竹打爛政府幫忙 政府幫忙? 哦 這個就是叔叔的家 這個是廁所? 嘩,你看它 好適碳,伯伯 你有浸浴 嘩,你這麼適碳 它是在阿里奧街買的 哈哈哈,這個很棒 這裡有樹嗎? 這裡有龍眼樹嗎? 有什麼好影? 不是,很有趣 這條隱世的村落,香港沒有人知道 學生也不知道 這些是新的,我看到嗎? 以前也沒有的 這裡有新人 是嗎? 夜晚也有太陽 伯伯,你是不是住在這裡最久的村民? 不知道 其他人呢? 最老的呢? 其他人都有的 都有的 有死的,死都結過 哦,OK 死都死 死都死 哦,好,我們先走一走 是啊 好了,回到最後一節 聽到我跟阿Bengs 再講一下這個果園之間的一些資料 知道我們去找那位大師 他教我們跟他和解 還有呢,其實就說 我們是想在那個佛寺裡面 幫他設一個靈位 但是你沒有名字 沒有姓 是的 於是我也問這個問題 因為那位大師我沒有見過 而去找那位大師的同學 他們跟那位大師談的 沒有名沒有姓 那個靈位寫什麼 是的 於是就是那本書的名字 合榮果園 D房之亡靈 哦 OK 那安座在那裡 是安座的 現在還有沒有 因為我不認識那位大師 是 佛堂的地方我都不知道 哦 那我就不知道有沒有 還有呢,最主要是一件事 因為你安置靈位 你其實是應該有些奉獻的 我們沒有人給錢 哈哈 那我不清楚 應該 應該都是曾經安逢過在那裡一段時間 是 總之不知道在哪裡了 是的 叫心安利德做了 是的 其實他收不收都不知道 實際上 之後他表現得是很溫和 哦,之後就沒有事嗎 真的 間不中 間不中有些事 跳下這樣 跟他說兩聲 不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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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件事其實就倒下了 那整件事維持了幾個月 是不是 是 學期完 走了 那個學期完 完了 放暑假了 那全部撤退了 已經可以了 應該是 其實之前也陸續有些同學走人 不要搞了 真的害怕 有幾個女生就走了 就不敢住在那裡了 就不敢住了 他在聯合書院和新亞書院中間的路 他是一個平時比較隱蔽的地方 是一條捷徑 但是他是有很好聽的故事 就是兩個人如果未是情侶的話 走過去就會穿過這條路 兩個人這樣走就會成為情侶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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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有人說 如果是情侶走過去 就分手了 對 還有就是 有人會在那裡 就是 試過有 事故發生 就是有人在那裡跳樓 跳樓 因為他旁邊就是三邊 哦 那我們可不可以走過去 可以 即是開門的 開門的 剛才呢 阿姐姐就說 這裡有一條情人路 我現在身邊什麼都沒有 那怎麼辦 只有攝影師和同事 哎 走吧 先撐住 嘩 但是這麼多人走的 這裡的竹樹 可能入夜就比較陰少少了 這裡 有多遠呢 我看到對情侶 對呀 放慢一下 Hello 不好意思 我想問這裡是不是叫情人路 是的 但是他們傳聞說 情人路 一對情侶會分手的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不是 但是有個鬼故而已 有什麼鬼故 這個不是很記得 不是很記得 但你不怕 你牽著手走 因為每天都走 好 拜拜 不怕 不怕分手 包摸甘棋 好 放慢 哇 挺漂亮的 你看看它 整個套路港 一眼無畏 這裡 這裡 真的挺漂亮的 這裡有鬼故都不出奇 你看看 全都是抓住 暫時看到一對情人走過 可能其他情人是 不敢走這條路的 我想問 這會不會叫情人路 是的 知道為什麼叫情人路 因為聽聞很多情侶在這裡優惠 在這裡優惠 是的 哦 但是傳聞會分手 之後是嗎 這個問題就是情人 這個就不知道 好 當然值得優惠 這裡 十二點請將音量收拾 有沒有影響其他同學 因為可能真的很近民居 那就是在這裡移入 或者一些行為的時候 就要請將音量收拾 哦 原來就是這條情人路了 出家前就有多些 是的 說多一單 好 說一單 中文大學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中文大學 為什麼要小心 你在裡面讀中節系嗎 是的 讀中教系 undergrad 和master 都在那裡讀 我記得讀master 的時候 就離開了 大家都很晚 和同學一起 我就開車 大家都說晚 我就先繞他們去火車站 我們崇基地繞下去也不太遠 但是要他們多走一段路程 那我就繞他們 結果呢 大家都應該現在還存在著 就是一個迴旋處 我大概在迴旋處的九點位 其實正正就是上下車位置 就看到一個 真是穿白袍 然後雙眼沒有焦點 然後臉上白賴的姐姐 就站在那裡 然後我心想 嘩 不是吧 我又不想嚇到車內的同學 那我怎麼辦 她是站在那裡不動的 她站在那裡不動 但是有眼神接觸 已經是這麼近 是的 我車正在接近 它真的在九點位置 我心想 如果停九點位 他們開車門 我很害怕 如果真的上車 怎麼辦 我搞不定 結果我選擇 是前一點 我在十二點位才讓同學下車 當作開快了 然後也沒有說任何話 大家也不見到那個姐姐 即是她們也看不到 他們也看不到 然後我就讓她們下車 在九秒九的出道 趕快關了車門 然後離開 那我又八卦 我真的在後鏡再看 結果 她真的還在 那就是人 不是 是嗎 那些同學也看不到 我翌日問她們有沒有 她們說沒有 是 這個我覺得 我經歷過這麼多次 多數都是有境無險 但這個就是最驚險 那會不會是白衣 不是 這個是白衣 會不會是一條鞭姐姐 那我不知道 她不是披頭散髮的 因為中大最有名的就是一條鞭子路 我有曾經懷疑過 你懷疑她是嗎 是的 但她那麼散髮 我又覺得應該不會吧 因為經歷了這麼多年 那條鞭子應該散開了一點 我不敢說 好 有什麼分享 是 好 我可以由大學宿舍有一宗開始 哪一宗 分享 中大 OK 好 來吧 那間宿舍也夠的 其實它有一個小聖堂 在地面那一層 有一天其實是睡覺 那個房間是三人房來的 就是我們自己安排的床 那三封床就拍了接近窗台 嗯 那有一天呢 全部人都離開了 我個人在房間睡覺 那我開著燈睡覺 是 突然間睡覺 我看到一個影子 對 總之是一個好像一個Ginger bread 那樣的人形 就是放大了一個人形 就是這樣頂人 那些手腳不會說很明顯 但你知是一個人形的東西 嗯 她穿過牆 爬去窗台 然後我已經是 左邊阿銘收到她慢慢爬過來 就是跨過第一床 第二床床 然後就蓋住我 就是在我上面 但是 我只能看到好像有顏色的 不知道是紅色還是藍色 一個這樣掩蓋著我 它掩蓋著你 是否能動的 我那一刻很想推開它 它推不到 叫都叫不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過了一陣子 終於推散了它 它就消失了 推散了它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 那一刻就好像 化了一些bubbles 消失了 然後就好像 人將叫清醒一點 然後就立刻衝了下去 上行 那樣子是怎樣的 看不清楚 你知道它很朦朧 但是你知道是一個人的形狀 你都知道它是有顏色的 我就不記得紅還是藍 但是一個有顏色的 好像一個人那樣的東西 今天都算是有些收穫 首先找到伯伯 他見證著當年的學生 他就知道有一本書出了 我來幾次 第一次碰到他 接著又會訪問中大學生 有一條情人路 都不錯 好了 已經入夜了 先喝杯東西 這杯東西很適合 大叔奶茶 27元的大叔奶茶 即是一個畢業幾一年的人 回來校園 當然是大叔 真的挺舒服的 回來我不是讀中大 來到校園這個地方 很有回憶 所以今集回到舊市那裡 都希望令大家充滿以前讀書的回憶 好了 很明顯 今集回到音樂那裡 當然是這一首 李克勤的《告別校園時》